这是一个由16岁的高中生创作的剧 没想到一经上演 就在全球斩获了2.63亿美元票房 在高新科技还没有全球普及的1997年 这部电影就跨时代的引入了3D打印技术 完美复原了一个几十万年前的外星人 更有网友评论 这部电影就算再过50年也不会过时 对后续的科幻作品影响巨大 今天就跟大家一起看一看 这部电影到底好看在什么地方 在遥远的1914年 一艘巨大的太空飞船 突然降落在杳无人烟的荒漠之中 与人类外形居然不同的蒙都沙瓦人 缓缓步入埃及的最后一座神庙 他们是人类鲜明的导师 只有极少数人才知道他们的存在 首领告诉世代守护庙宇的神父 宇宙新一轮的战争即将打响 元素石放在地球已经不再安全 为了对抗蔑视的魔影 他们要带走放在这里的第五元素 沙瓦人在临走之前告诉神父 300年后 他们会带着元素石重返地球 神父需要找到自己的继承人 将对抗魔影的知识世代传承下去 直到他们再次降终 时间一晃过去了300年 元类这时已经进入了星际大航海时代 科技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甚至拥有了自己的太空舰队 他们在一次立场的巡逻过程中 银河系边缘突然发生了空间顶区 伴随着一道耀眼的白光闪 立刻未知的巨大的黑色星体 突然挡在了舰队前面 舰长立即派出无人探测器进行侦查 发现星体超出了仪器的检测范围 但他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大 舰长把这一突发事件 他之所以无法被一气识别 是因为他具有远超智慧生命的智能 开火只会让摩影变得更加强大 就在总统难以抉择之时 向来主张先发射导弹后谈判的舰长 不顾总统的阻拦 直接下令对星体发动了远程攻击 但随着多枚导弹命中星体 星体竟然开始了飞速膨胀 在舰长惊恐的目光中 膨胀的星体直接吞没了整支舰队 根据神父的描述 摩影每隔5000年就会进行一次蔑视计划 宇宙中只要还有生命存在 他就无法被彻底杀死 只有蒙都沙瓦人手中的武器 才能阻止魔影的蔑视计划 他们分别是代表了地火水风的四大元素石 和专门为保护生命而生的至高存在 第五元素只有集齐了五大元素 才能给宇宙重新带来一线生机 神父的话音刚落 蒙都沙瓦人就如同300年前预言的那样 带着元素石出现在了银河系边境 但就在沙瓦人的飞船 快要飞抵火星上空时 两艘未知的小型战舰 突然对沙瓦人的飞船 发动了毁灭性的打击 飞船最终禁止坠毁在了火星上 但幸运的是 救援小队在飞船的坠毁现场 发现了一名幸存者 一只沙瓦人的断手弹海 研究人员根据仪器检测 发现那只断手上还有存活的细胞 它就像是被精心设计出来的一样 正常生命体只需要40个遗传记忆 就能让任何物种生生不息 但断手的细胞中有20万个记忆 感谢观看